各位先生女士,中土世界及其他地方的高贵灵魂们,今天我们站在这里,深入探讨J.R.R,托尔金的伟大作品《魔戒的最激动人心》和令人振奋的章节之一。 我们的重点是《魔戒书5》第四章,刚夺之围。 这一章不仅仅是一个战斗的故事,更是一个观物人类不屈不小的精神活面,对挪以克服的困挪时的坚定意志的宪政。 想象一下白成米那斯提利斯,他骄傲的屹立柱,但也显得脆弱。 魔多的黑云在地平线上威胁柱,空气中充满了期待、恐惧和坚定的责任感。 当我们深入这一章时,我们发现年轻的哈比人皮片正在醒来,面对战争的严酷现实。 智慧而强大的甘道夫唤醒他,呼吁他投入战斗,提醒我们。 即使是最小的我们,也在命运的伟大之锦中扮演出角色,起来,批评,甘道夫敦促道,这声音穿越时代,提醒我们无论挑战多么艰巨,都要奋起应对六。 刚夺的摄政王迪奈瑟,是一个在绝望和反抗之间挣扎的人物。 他反对枪魔界交集哈比人进入索伦手中,因为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保护他。 他的内心挣扎反映了危机时期领导者的重担,提醒我们。 那些领导者往往必须遗虑和恐惧做斗争一。 然而,正是在这种挣扎中,真正的领导力闪耀出来。 随住摩多的庞大军队围困米纳斯提利斯,紧张局势不断升级。 托尔金的精湛文笔生动地,描绘了城市中弥漫的恐惧和焦虑。 铠甲沉重,头盔压在他的头上,托尔金泻道,捕捉到了极枪到来的战斗的身体和情感复旦三。 然而,正是在这些脆弱的时刻,我们看到了英雄主义的萌芽。 阿拉贡的宣言,刚夺枪硬打响撤千军万马拔剑资名的力量。 他的话语成为希望的灯塔,承诺援军极枪到来,无论情况多么严峻。 团结和勇气中枪胜利舞,这是一个号召我们所有人的呼声,提醒我们在黑暗面前必须团结一致。 刚夺之围不仅仅是一场城市的战斗,它是中途世界灵魂的战斗。 随着索伦的黑暗力量逼近,米纳斯提利斯的捍卫者们体现了人类精神的韧性。 他们不仅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战,更是为了未来,不再被暴政和恐惧所支配的希望而战。 正是这种不屈不札的决心,将普通人变成了传奇。 当我们回顾这个史诗般的章节时,让我们从刚夺之围中的角色们的勇气和决心中汲取灵感。 让他们的勇气点燃我们内心的火焰,推动我们以同样不屈不札的精神面对自己的战斗。 因为在我们面对的每一个挑战中,在我们克服的每一个障碍中,我们都在延续刚夺捍卫者的遗产。 所以,勇敢的灵魂们,起来吧! 让刚夺之围的精神在你的旅程中指引你站稳脚跟,以荣誉战斗,让你的行动成为希望和团结永恒力量的限制。 一起,我们可以克服任何黑暗,创造一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未来。 谢谢你们,愿米纳斯提利斯的英勇激励你们在所有的努力中取得伟大的成就。